台中兩名分別是八歲以及十一歲男童日前相約出門 說步行到兩公里外的旺溝聊又去看風景 當中途中就遇到女警來關心 其中的八歲男童他一度以為要被抓了當場下哭 女警趕忙連忙安撫 事後就因為擔心路上車多有危險 因此遠景提議開車來載送 終於是讓男童破替微笑開心上車 八歲小男童看見警察姐姐 一時間不知所措 當場下哭說不出話來 女員警不斷安撫情緒 亮明男童才告知 相約好要去旺高寮看風景 但現場路口車多怕有危險 暖心遠景直接提議開車護送 小男童終於破題微笑 兩個人雀躍地跳上警車去看風景 原來當天中午警方接到民眾報案 一到現場就看見兩名男童 一個拿足球一個牽腳踏車 邊走邊聊天 但身旁都沒有大人 才上前關心 但是沒有跟家人說 他們要去距離家裡 約兩公里遠的汪高寮 兩名男童看到警察 向前關心的時候 那一度以為是要來抓他們 八歲跟十一歲的小男童 外出玩耍意外遇到暖心遠景 雖然一度被嚇哭 最後不但完成了美好旅程 也平安回家 記得蔡頓林鴻吉 台中報導 小夾 до